第四首則 防衛兼備的用路行為 所謂防衛兼備的用路行為 指的就是不做道路事故的製造者 也不要成為無辜的受害者 那怎麼樣不製造車禍呢 車禍的發生主要都是來自於人的因素 根據過去的統計 車禍的發生90%都來自於人因 人因包括兩方面 一方面就是所謂的生理跟心理 在生理方面跟事故發生的關係裡面 包括第一個 反應時間 人有反應時間 所以人要跟車子保持距離 車子要跟車子保持距離 第二個人有生理時鐘 所謂生理時鐘就是 人體的細胞在某些時段的活躍 比較不明顯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在生理時鐘的低潮 譬如說清晨或是深夜裡面開車 另外人會疲勞 疲勞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疲勞就找個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再開車 另外人如果喝酒用藥也會影響到開車 所以請記得 您如果喝了酒或用了藥請不要上路 至於在心理現象跟交通事故的發生方面 包括第一個 人在很興奮或很沮喪的時候 都很容易發生事故 另外人在很緊張趕時間的時候 也容易發生事故 所以要提早出門 另外一個 僅僅在生氣的時候 跟人吵架的時候 這個時候不要開車出去 也容易發生事故 另外還有一個 你到陌生環境中 因為你在找路 你不太熟悉這個環境 也容易發生事故 所以外出之前 請先查地圖 規劃你的路線 可以減少事故的發生 至於如果自保 不要成為無辜的受害者方面 我們再次的提醒 其實很多事故的發生都有先機可信 只要你注意馬路上車流的運作狀況 譬如說車流開得好好的 為什麼突然間慢下來 前面的車子為什麼突然間 大家都要踩煞車 就表示前面有路況 所以我們養成一個習慣 注意觀察我們道路上的前方的狀況 隨時掌握馬路上出現的跡象 都可以讓我們 可以減少很多機會成為無辜的受害者 所以這裡特別提醒 交叉路口立燈取動的時候 請不要馬上就衝出去 看一看左右來車 另外一個情形來看的話 就掌握可能的危機 尤其在上下公共汽車 開車門等等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 那地方只要我們用心 都可以減少很多事故的發生